您现在收看的是华士教育文化频道 接下来要播出的是证券市场 各位同学大家好 欢迎收看证券市场 那么在课程进行之前 我们先来回顾前一讲次的课程主题 在前一讲次中 我们讨论的内容是第一篇 证券市场的组织与概况中的第一章 证券市场的组织与架构 包括第一节 探讨证券市场的架构 包含初级市场 次级市场 第二节 描述证券市场的组织 包含主管机关 台湾证券交易所 柜台买卖中心 以及台湾证券集中保管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节 则是描述证券商的角色 包含证券承销商 自营商 经济商 今天我们要讨论的课程主题 包括第二章 台湾证券市场的概况 里面第一节 台湾证券交易所 第二节 柜台买卖中心 企业透过证券市场 以发行股票 或公司在这种证券 来筹措资金 那么投资人则经由证券市场的投资 获取较高的报酬 凡此皆有助于企业和经济的一个发展 经由证券市场的有效运作 可以使资金供需的双方 达到最次的一个境界 本章介绍台湾目前证券市场的概况 那么期待能够了解 集中市场和电头市场的交易状况 以及各种证券商品的发展 首先介绍第一节 台湾证券交易所 一 简介 政府在民国48年 离定了19点经济计划 倡导奖励除去投资 强调建立健全的一个资本市场 那么以作为资本形成的重要途径 那么设立证券市场研究小组 并且在民国49年的9月 设置了证券管理委员会 那么积极的推动证券市场的建立 那么为了配合这种举动 那么各公民营的一个金融企业机构 共同来出资 在民国50年的11月23日 那么成立了台湾证券交易所 民国51年的2月9号 正式开业 那是我国唯一的一个证券集中交易市场 那么证券所以畅通除去投资管道 贯彻资讯充分公开 维护公平的安全的交易 提供创新卓越的服务 以及追求国际的效率的经营 激励全员热烈的参与 那么为经营的一个理念 那么期待能够促进证券市场的健全发展 那么另外在民国87年的1月以及2月 那分别取得ISO9001与ISO9002 品质系统的这个国际的认证 接着介绍交易标的 那么交易的标的呢 包括股票债券与共同基金 好首先介绍第一股票 那股票是主要的有价证券 是表彰股东权利的这个要件 那股票一般可以分为普通股跟特别股两种 第一普通股 那普通股代表股东对公司的最终所有权 它赋予股东下列几种主要的权利 A公司投票权 股东对于股东会他的决议事项 有参与的决议权 而且依公司法第179条第一项 每一个股票呢有一个表决权 那么因此股东可以依法选任董事 或者依法被选任为董事 那么以参与公司的经营 或者对重大的决策来表达意见 B 盈余分配权 依公司法的规定 公司在完纳税捐弥补亏损 以及提列法定盈余的攻击之后 那么才可以分配盈余 虽然公司对于普通股东 没有分配股利的义务 但是当公司有盈余 可以分配的时候 那么股东可以享受股利的分配权 C 最终资产的求偿权 当公司解散或者是清算的时候 在支付完税捐 并清偿所有的负债之后 股东对公司的财产 有依法法定的求偿权 那么因此普通股股东 是公司的最终的所有权责 第四 优先的认购权 依公司法的规定 那么在公司发行新股的时候 股东有优先认购新股的权利 那主要的目的是为了防止 原股东的股权被稀释 那影响股东的权益 第二 接着介绍 二 特别股 那特别股是具有债券和普通股东的 一个双重的一个性质的有价证券 那通常可以享有固定比例的这个报酬 那类似于债券 那么可是在某些情况之下呢 又可以参与投票或者是盈余的分配 那么这样子就类似于这个普通股 那第三介绍股票上市的优点 有A 便于资金的筹措 B 增加资金的流通性 C 使公司的经营更具有效率 那第四介绍股票上市的资格与条件 那么在民国86年的6月30号 那么正期会大幅的修正 将原来的第一类股与第二类股呢 分类上市来取消 那改依行业性质 区分为上市的资格与条件 那么5 股票的发行与交易的概况 A 上市公司股票的发行 那么在民国51年证券交易所开业的时候呢 那么上市公司仅仅只有18家 那上市的股份的面值呢 大约是台币55亿元 那可是呢 随着经济的发展 一直到民国97年为底 那么这个上市公司呢 已经累积到707家 那上市股份的总面值呢 大概是新台币21兆 7300亿元 B 上市公司的证券交易 台湾上市股票的成交值 那么历年皆有成长 那由于市场不断的扩大 交易人数呢 也持续的增加 上市公司的加速 在民国97年 达到718家的最高峰 那如果以市场的成交的 一个值的周转率来看 台湾证券市场 与亚洲各国交易所的相较之下呢 是高于一般的水准的 那么在2007年的时候 居于第一位 那么可见 我国股票市场 较倾向于短期交易的这个市场 接着介绍C 投资人的结构 台湾证券市场 投资人的构成啊 主要由本国的自然人 本国的法人 以及呢 桥外人 以民国93年 集中交易市场的成交金额来看 那其中啊 本国自然人 也就是一般所称的散户 是市场的主要份子 那他的成交金额 大约占市场的八成 那么这个与欧美市场的结构里面啊 法人占三成至五成 有着显著的这个差异 那么如果进一步分析 投资人的投资的金额呢 大约有百分之八十的投资的金额 是在五万元以下的 接着介绍D 信用交易的状况 那所谓的信用交易 是指投资人利用杠杆的作用 以期待能够获取 比较高的报酬 那信用交易的实施呢 可以使股市更加的活络 可是呢 这同时呢 也扩大了市场的这个风险 那一般来看啊 当投资人看多市场的时候 那会使用融资的方式 来买进这个股票 那反之呢 当投资人呢 看空这个市场的时候 那融券放空呢 那么就会增加 那么从民国七十九年 复华证券金融公司成立以来啊 那么提供投资人 办理融资融券的这个业务 那么对于证券市场的这个信用交易呢 那么实在有相当的贡献的 好 那我们到这边呢 请各位同学呢 休息一下喝杯茶 接着介绍 一 证券商 那民国七十七年 开放证券商的设立 允许综合证券商 可以同时经营经济 自营以及承销的业务 那民国八十年九月 起开放呢 设立这个投资信托 投资公司的这个成立 那么更且在民国八十三年 允许外国证券公司 这么在台湾设置分支机构 以便你从事这个证券的经济 自营 承销 委托 买卖的这个外国证券的这个业务 那么证券商的加速呢 在民国八十年九月 达到一个高峰 有三百七十六家 那么之后呢 就逐渐的这个递减 那从而趋于稳定 那随着证券商加速的减少 民国八十三年以后呢 证券商的分公司呢 反而呢 越来越多的趋势 那么它的原因呢 是由于政府开放 证券商的设立 等一连串的各种措施 那么在市场的竞争之下 那么只有这个体质比较好 或者是大型的证券商呢 才能够立足于市场 那么在经营利润减少的时候 那证券商为了求取生存啊 那么只得不断的从事并购的方式 那么来扩充它的业务 和它的行销的记点 那么以达到规模经济的效果 那接着介绍第二债券 那所谓的债券呢 是指由这个政府企业 或者是金融机构 那么它的为了筹措资金 发行呢 那个为期一年以上的这个债务凭证 那么债券的特性呢 主要有二 第一个它的利息是固定的 那么通常在债券发行的时候 那么就定有这个票面利率 那么发行人以票面利率来支付利息 第二个特点呢 是到期还本 那么债券发行呢 通常有一定的期限 那么到期的时候 那发行人必须呢 偿还本金 那投资债券的主要风险呢 则是利率风险 那么当利率上升的时候 那债券的价格是会下跌的 那么使得投资人是遭受损失 接着介绍投资 债券的优点 那么投资债券的优点 有E A 投资的风险比较小 那么就政府公司而言 那么它几乎是一种 无违约风险的有价证券 那B 它具有免税的效果 那么买卖政府公债呢 可以免除证券交易税 C 它的报酬固定 那不论市场的利率呢 是如何的变动 那投资人都可以呢 领取固定的这个利息 那么尤其是在市场低迷的时候 那么视为一项良好的一个投资工具 那D 它的资金运用呢 颇为方便 那政府公债的这个变现性比较高 那么可以呢 自由的买卖 那充当工程的押标金 或者是法院保证之用 那么另外呢 债券呢 还可以进行 所谓的负条件交易 那么使资金的融通呢 更加具有弹性 接着介绍 二 债券的种类 那么按照债券发行的主体呢 我们可以分为 A 政府债券 那么政府债券是各级政府 为了筹措裁员而发行的债券 那么 一 发行单位的不同 我们可以分成 中央政府 省政府 直辖市政府 所发行的建设公债 接着介绍 B 金融债券 那么 依银行法的这个规定 由专业银行 和这个商业银行 所发行的债券 那么称为金融债券 那么金融机构呢 那么可配合本身的资金的需求 来发行债券 那么以取得 成本较低的这个资金 那么可是呢 它的发行量比较低 而且多是由行库自行所持有 那么再加上交易成本 比较高 那使得刺激市场的流动性呢 并不高的 C 介绍公司债 那么企业为了改善财务结构 或是扩展这个业务 依公司法的规定 那么发行公司债 那么在公司债里面 那么4 它的发行条件的不同 可以分为以下几种不同的类型 A 有担保及无担保的债券 那么公司在发行债券的时候 可以用这个不动产 或者是动产作为抵押品 那么抵押给银行 并且呢 由银行担任这个保证的机构 那么这种公司债呢 便称为有担保公司债 那反之呢 若是没有提供担保品 那么就称为无担保公司债 那么依公司法的规定 发行这个无担保公司债呢 有它的各种限制 那么必须它的公司的财务呢 上升健全 那么或者税后平均的净利 达到一定水准以上 那么才可以发行的 那么第二种B呢 是记名与无记名的债券 那么公司债呢 那么在发行的时候呢 将债权人的姓名 住址等资料 那么登记在公司的这个债权人的 一个登记簿上 那么作为支付的利息 偿还本金的依据 那么这种公司债呢 称为记名公司债 那么而呢 无记名公司债呢 只要是在复习日持有债券呢 那么是作为这个给付的对象 C第三种是可转换债券 那么可转换公司债呢 除了一般债券的一个特性之外 那么持有的人呢 还可以依转换的条件 那么将公司债 转换为公司的普通股 那么也就是债券的性质呢 是介于债券和股票二者之间的 那么这种债券的一个好处啊 是让这个投资人 可以在股价比较高的时候呢 用这个比较低的价格啊 那么转换行使为 购买普通股的这个权利 第四种第一外国的金融债券 那么这是指的是外国的机构来台啊 那么用这个外币 或者是用新台币来募集发行的债券 那比如说亚洲开发银行 曾经发行过的这个小龙债券 那么一另外一种是海外公司债 那么这个这种债券呢 是以海外的投资人为对象 所发行的公司债 那么是国内企业 那么向海外募集资金的一个重要的管道 那国内一般所发行的海外公司债 多视为这个可转换公司债 那目前呢 是在提供一个海外的投资人 一个投资国内股市的这个机会 那么政府在民国78年啊 曾经正式核准 永丰于那么发行海外可转换债券之后呢 那么就正式为国内企业 发行海外公司债呢 那么揭开了一个序幕 第三介绍我国债券市场的一个概况 那么由于政府财政的这个需求啊 使得债券的发行呢 逐渐的增加 那么历年来 政府债券呢 仍是市场的主流 那主要是因为政府发行的公债 比较这个企业发行呢 这个时候呢 有较高的这个债性 那投资人可以免除 投资债券的信用的风险 而且公债的这个流通性呢 比较高 那变现率呢 比较佳 那也是呢 投资人比较偏好的一个原因之一 那么金融这个债券呢 主要是在电头市场来交易的 那民国93年底的时候呢 发行进额 大概在4550亿元左右 那么近年来 随着直接金融的盛行啊 企业借着发行公司债 那么达成举债经营的这个杠杆效果 那么有明显的增加的趋势 那么从民国85年以后啊 公司债的发行进额 突破了1000亿元 那么在民国97年底呢 更高达呢 2兆元 那么这种趋势 对我国的债券市场呢 它的发展 那么是有正面的影响的 第三 介绍共同基金 那所谓的共同基金呢 是指 证券投资信托公司 以发行受益凭证的方式 集合众多小额 投资人的资金 那么委由专家 统筹经营 收益归原有投资人 所享有的一种有价证券 接着介绍 投资共同基金的优点 那么它的优点有A 允许小额的投资 那共同基金 跟一般投资工具的最大的不同 那么在于共同基金 允许小额的投资 那凡事呢 购买股票 或者是债券呢 都有一定的 数额的门槛的限制 那对于资金 不是很多的投资人啊 那么造成投资上的这个困难 但是由于共同基金的成立啊 解决了众多小额投资人的需求 那么可以借由共同基金 而达到投资的目的 那么第二个优点呢 B呢 是分散风险 那共同基金的对待优点呢 是可以借由小额投资 而达到分散风险的目的 那么因为共同基金 是借由募集投资人的资金 那么可以做多角化的这个投资 分散个别证券的风险 那么C专业管理 共同基金经理人啊 那么都是投资专业人员 对于市场的变动 那么有高度的这个敏感性 那么经常分析经济 或者产业市场的这个变动 调整投资的这个策略 那么投资人的资金呢 是由受托的这个金融机构 所保管 那么可以达到 这个保障资产的这个目的 那么第四个优点 第一是变现容易 共同基金能够随时变现 如果投资人 有资金的这个需求 或者资金经理人的 绩效不佳的时候呢 那么可以随时 来要求这个赎回 好 那么讲到这里呢 我们请各位同学 那么休息一下 那待会休息完了之后呢 我们再回来 介绍共同基金的种类 接着我们来介绍 共同基金的种类 那么按照基金投资的标的 那么可以分成 股票型的基金 债券型的基金 那么按照 这个基金投资地区的不同 可以分为国内的基金 海外的基金 单一市场的基金 区域型的基金 全球型的基金 那么另外呢 还有保本型的基金 收益型的基金 等等的分别 那么以下 就开放型的基金 与封闭型的基金呢 那么作为一番介绍 所谓开放型的基金呢 是指投资人 可以按照当时的基金的净值 随时的申购 或者是赎回这个基金 那么基金的净值呢 它的计算是以基金 所持有资产的市场的价值 那么减去它的保管费 经理人的管理费 以及负债之后 那么再除以基金 发行的数量之后呢 所得到的一个价值 那么而封闭型的基金呢 指的是 基金在这个募集完成之后 不得随时申购 或者是赎回 而是如同一般的上市的股票 那么在集中市场来交易 来进行买卖 接着介绍发行的概况 那么国内的共同基金啊 从民国77年开放以来啊 那么成长呢 一直是缓慢的 那么主要是因为啊 基金经理人的绩效 普遍呢 不是很好 那么以及投资人的传统 这理财观念呢 那么所造成的 那么稍后呢 随着国内外的一个投资机构 先后这个登陆 来台成立分公司之后 那么投资人的一个 这个观念呢 那么才逐渐的这个改变 那么另外 基金经理人的专业的 素养的一个提升 以及呢 投资工具的多样化 那么也使得各个投信公司呢 纷纷申请募集这个基金 那么在民国93年底的时候呢 那么国内募集的这个 开放型的基金数呢 已经到达362个 那基金资产的净值呢 也到达呢 22,861亿元 那么由民国89年到97年之间 那更呈现倍数的增加 这个与成立的一个初期来比较 那无论是基金的数额 或者是净资产的这个总值啊 那么它都有相当大幅的一个成长 接着介绍四 其他有价证券 一我们介绍存托凭证 那么台湾存托凭证呢 指的是啊 外国的有价证券的这个发行人 那么委托这个存托银行 那么在台湾发行一种表彰 有价证券权利的这个凭证 那么存托凭证呢 按照发行地区的一个不同啊 那么可以分成 美国市场发行的存托凭证 那么简称为ADR 第二日本发行的这个存托凭证 简称为GDR 那么全球市场发行的存托凭证 那么简称为GDR等等各种 那么存托凭证 它的优点有A 对投资大众来看的话呢 它有以下几个优点 A提供这个投资海外股票的一个管道 那么投资人在投资这个标的呢 可以不必呢 局限在国内 那么经由这个存托凭证 能够呢 间接的持有外国的股票 并且呢 享受外国原这个股票的这个股息 或者是红利的分配 那么第二个优点呢 可以免除外汇的风险 那如果投资人 直接投资海外的股票 那么除了呢 投资股票的这个风险之外 那么还有汇率变动的风险 B对于这个国外的这个发行人而言呢 它有几个优点 A增加资金募集的管道 B那么提高公司的这个知名度 接着介绍 二认购权证 那么认购权证呢 是选择权的一个类型 那么持有人可以在未来的 某一个特定的时日 那么以某一个既定的这个价格 来购买某种这个有价证券 那么认购权证呢 跟选择权主要的差异的是 这个认购权证的到期日呢 通常是在这个一年以上 那么而呢 选择权通常是在数个月后是到期的 那一般来看 认购权证呢 可以由标的公司 或者是投资机构所发行 那国内目前呢 已经允许投资机构 发行认购权证 那么我们称为 背对型的认购权证 那英文呢称为 Covered Warrants 第三 其他有价证券的发行概况 那么这一节呢 请各位呢 参照这个教材 接着介绍第二节 柜台买卖中心 第一简介 那么台湾证券交易的这个发展 起源于电头市场 那么早期 那么有民国38年 政府发行的这个爱国公债 民国42年以后呢 有台泥 台子 工矿 农林等公司的股票 还有土地债券 等这个有价证券的流通 那么在民国51年2月 台湾证券交易所呢 成立之后 那政府为了发展 集中交易市场 那么就下令 关闭电头市场 那民国71年 重新开放 债券的电头市场 那么至于股票的电头市场呢 那么则在民国78年的12月 重新开设 那么称为 证券柜台买卖 那么股票的电头市场 复开了之后呢 由于交易清淡 那没有办法发挥 这个电头市场 原有的功能 那使得国内证券市场 形成了这个 博足的现象 那么主管机构呢 为了扩大 电头市场的规模 提高 电头市场的这个效率 那么经过多次的会议 那么检讨 电头市场的这个建制 那么决议将这个 原来隶属于台北市 证券商业 同业工会的这个柜台买卖 服务中心 改以财团法人的方式 那么另行重组 那么以利于乘坐 柜台买卖的这个业务 那么柜台买卖中心呢 那么即呢 那么这个 因此这个重任 肩负起推动 电头市场改革的这个使命 那么在民国83年7月 开始筹设 那么同年11月的1号 那么从台北市 证券商业同业工会的手中 那么接办了 证券柜台这个买卖的业务 那么贵买中心的这个资金的这个来源 那么是由台北市证券商业同业工会 高雄市证券商业同业工会 台湾证券交易所 股份有限公司 以及台湾证券集中保管 股份有限公司等 四个单位来分别这个捐助的 接着介绍它的交易标的 第一个股票 那么在柜台买卖中心 发行股票的企业 那么通常是公开发行 期间比较短或者规模比较小 那么具有这个发展潜力的 那么因为公司股票上跪的关系 那么使得公司筹集资金会变得比较容易 那么可以提高公司的知名度 那么有助于公司业务的扩展 那么尤其是台湾中小企业 那么为数非常的多 那如何扶持具有前景的一个明星产业 那么已经成为当前政府 所应自立的这个目标 那么至于说股票上跪的优点 有下面几点 1.A.便于资金的这个筹措 B.提高公司的这个知名度 C.健全公司的这个体制 D.这个展现经营的这个成果 那详细请参着这个教材 第二股票上跪的资格与条件 这个也是请各位参照这个教材 C.这个上跪股票的发行的这个概况 那么A.上跪公司的股票的发行 B.上跪交易的这个概况 那么也是请各位参着这个教材 第二个2.债券 那么债券市场的发展严格 以及债券市场的发行概况 那么也请各位参着这个教材 那么结论本讲次的内容呢 是介绍第二章台湾证券市场的概况 包括第一节台湾证券交易所 与第二节那么柜台买卖中心 那我们接着预告下一讲次的内容 那下一次我们要进入一个新的一篇 那是就第二篇证券的成销与管理 那我们第三讲次呢 就从第三章开始 第三章是证券的这个成销 好 那今天呢我们就介绍到这边 那么下次再会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